下面来讲解房产海报设计江南人家 首先打开江南背景 选择工具箱中的矩形选框工具 创建一个新的图层 沿画布的边缘绘制一个矩形选区 绘制的时候注意留一定的边缘 四周保持相等 反向选择将它填充为浅黄色 填充完成以后按Ctrl加O打开江南图片枯树枝 将这两个素材都添加到新建的江南背景 也就是这个江南背景画布中 就是我们刚才新打开的 将这个图片的进行适当的缩放 缩放完成以后呢 我们将它放置在图层1的下方 然后为它添加一个图层蒙版 选择画笔工具 设置画笔的笔触为200像素 硬度为0 前景色为黑色 然后进行涂抹拖动 将它进行一些部分的适当的擦除 擦除完成以后 将图层2 也就是这个所在江南图片的图层 设置为明度 混合模式设置为明度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树枝呢 也进行适当的缩放 缩放完成以后 将树枝的混合模式 改为正片叠底 Ctrl加O 打开素材 打开实体云 荷花 和水墨鱼 首先我们先将这个祥云 拖动到江南背景画布中 并对它进行适当的缩放 缩放完成以后 按住Alt键 将它进行 复制 Alt键复制一份 Ctrl加T 单击右键 垂直翻转 将它放置在画布的左下角 然后呢 将这两个云呢 全部的选中 按住Alt键 进行拖动 向右进行拖动 注意 按住Alt键 向右拖动 Ctrl加T 水平翻转 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制作完成以后呢 将荷花 添加过来 将荷花呢 进行适当的缩放 也可以将它放置在图层1的下方去 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再将水墨鱼也拖动过来 进行适当的缩放 Ctrl加T 然后呢 再复制出两份 Alt键 拖动 Ctrl加T Alt键 拖动 复制两份 最后再次打开素材 江南文字 将这个江南文字呢 拖动到 江南背景画布中 按Ctrl加T 对它进行适当的缩放 将它放置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房产海报设计 江南人家的制作 接下来